天来家的山羊不吃青草非要吃树叶,天来只好爬到高高的树顶砍伐,这样的高度看的人心惊胆战,还好这些大树极为柔韧,即便是最细的树枝,也可以轻松承载天来的体重,也可能是天来体型比较瘦小。 如果换作是我,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,以前我一直羡慕他们轻松的生活,现在我才明白咱们和他所承载的压力不同,我们可能每天困顿于物质追求,而他们的压力则是需要面对生存的挑战。 就在天来游走于高高的大树之上,给自家宠爱的山羊砍伐树叶时,翠花和孩子们在家开始做饭,他们一家和自家的山羊有着同样的命运,山羊吃树叶,翠花一家今天吃草,越是临近春季的到来,山坡上的食物却愈发稀少。 整个冬季,山里人已经将所能利用的蔬菜,根精野果早已采湿殆尽,唯有这些钱麻叶依然顽强茁壮生长,翠花将采来的钱麻叶放进锅中,盖上盖子大火炖煮,今天采摘的钱麻叶很多,一顿吃不完。 多余部分,小心地装进塑料编织袋中,储存起来,以备不时之需。 在母亲忙碌的同时,翠花的儿子和女儿则趴在地上写着作业,要说起这两个孩子,相对来说小栓学习不如妹妹,儿子小栓没有耐心,经常是仓促写完作业后就跑出去玩耍。 而二女儿则能摒弃一切干扰,认真地完成作业,并且能大声地朗读背诵。 小栓胡乱写完作业后便收起书本,帮着母亲一起忙着家务包起玉米。 相比起写作业,小栓更喜欢干这些体力活,你让她背单词短语,她就头疼,完全提不起兴趣。 翠花家里和山羊有着相同的命运,一天到晚没少吃草。 翠花在煮前麻叶的同时,女儿爬在地上认真地写着作业,二女儿学习特别专注,只要写起作业,周围的一切都充耳不闻。 女儿最大的梦想是能够做一名向导,所以她立志学好英语和中文,将来能够给游客当导游,这样一家人就能过上很好的日子。 翠花有这样上进的女儿是一件值得亲近的事。 二女儿不但人乖巧懂事,还特别勤快,只要做完作业便会帮母亲打下手。 前麻叶煮的时候,全程需要不停搅拌,直至融化成碧绿的浓浆。 这种绿绿的青草质,看起来没有什么食欲,但是吃起来却滑嫩异常,用来搭配面团是不错的食物。 饭菜做好后,翠花和孩子们开始吃饭,翠花这个人实在有些邋遢,本来屋子的地面就脏万不堪。 平时扑的扑未洗,卷起来被放在一边,而他们睡觉的被子,就这样胡乱地丢在地上打着卷,任由被子在沾满灰尘的泥地上摩擦。 几个孩子抓起玉米面团,配上前麻叶青草汁。 即便是这样的粗鲁食物,孩子们也显得异常满足。 相比于冬季的枯燥单调和乏味,翠花早就盼着春天能够早点到来,到时候山里面的物产便会极为丰富。 孩子们也将有更为充沛的食物,那些河沟里山茧中的小动物们,就能给孩子们提供足够的营养。 他们没有过高的奢望,也没有过分的追求,能够一家人开开心心生活在一起,享受着一日两餐的温饱,就是最大的幸福。 眼前的平淡而宁静的日子,也许正是你内心所渴求的生活。 感谢观看,谢谢观众,下期更精彩。 如果让你每天吃两斤土豆,这样的日子你能坚持几天。 村花小美和婆婆很少参与农活,主要在于村长家没有什么耕地。 当地人大多数人家都是以放牧和种植为生。 村长的儿子有才在镇上工作。 村长一天到晚忙于村里的事务,所以无法放牧,家里没有养殖牛羊。 自家的一片山地,随意种植了一些土豆。 小美平时不参与农田的惯例,婆婆一年到头也没去山坡上看过几眼。 任由种植的土豆和芋头杂乱生长。 临近春耕需要将山地腾空,村长找来几个小伙子,帮忙把土豆和芋头统统挖了出来。 看着这满满一大堆土豆和芋头,婆媳两人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别的处理方法。 只能全家人一起上炖下炖可净吃土豆。 土豆采摘的有些晚,很多已经长出长长的嫩芽,需要及时处理掉。 用小刀将带牙的土豆劈开,晒成土豆干便能保存更长的时间,可以在青黄不接的时节拿出来使用。 切好的土豆无需清洗。 直接放进锅中大火炖煮,煮出的芋头和土豆可以直接食用。 帮着家里挖土豆的工人们,也都是本地老实芭蕉的村民。 挖一天土豆,能挣15块钱,虽然不算多,但是也多少能够补贴一些家用。 买一些日常必须的柴米油盐。 他们平时没有多少机会赚外快,利用闲暇的时间出卖一些力气,还能赚到点生活费。 他们自然乐意。 小美把蒸好的土豆和芋头盛在盘子里,用来招待工人。 当作大家的午餐。 这种土豆和芋头气味难闻,吃起来口感发色,让人很难下眼。 不过当地人好像特别爱吃。 山里人日子苦,即便是这样的蒸土豆,平时在家里都是紧着孩子们吃,自己并不舍得可禁乱造。 今天当然要敞开肚皮吃好吃饱。 你吃过竹土豆吗? 不放任何佐料。 挖来的土豆连皮带泥放进锅里蒸住。 村长家里今天腾地准备春耕。 请来几个村民帮着挖土豆。 忙活一上午,当然少不了又请工人们吃顿午餐。 由于没有时间做饭,招待他们的自然就是刚刚出土的土豆和芋头。 小美和婆婆还有工人们坐在小院里阳光下,呼吸着大山里的新鲜空气,沐浴着初春的温暖阳光,大口吃着手中的土豆。 由于没有配料,嘴里有些发干。 如果偶尔吃个土豆,你还会觉得挺新鲜,但是真正让你把它当作主食的话,你会感觉特别难以下眼。 煮土豆味道很怪,闻起来有点像树皮或者青草,吃起来有些卡喉咙。 过惯了好日子,习惯了吃肉的小美,当然也吃不惯这种蒸土豆。 既然午饭没有吃好,晚饭自然少不了要吃肉弥补一下。 小美爱吃肉,尤其是喜欢那种厚厚的肥猪肉。 村里并不是天天杀猪。 下小今天有人家里在了只老水牛,小美便买来几斤水牛肉。 尼泊尔人平时吃的最多的是猪肉鸡肉和羊肉,他们不能随意食用牛肉。 尼泊尔的传统受印度影响较深,他们对牛有一定的崇拜和忌讳。 黄牛更是被他们尊为国牛,万万不能随意宰杀,他们只允许吃水牛肉。 这种农村耕地的水牛是农村人的好帮手。 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会舍得宰杀,所以尼泊尔人一年很少能吃到牛肉。 今天的这堂牛肉色泽鲜红,看起来有五六七八斤。 小美没打算一次全吃掉,将牛肉用刀切成条状,悬挂在屋顶的竹竿上熏干。 当地人家里没有冰箱,小美家虽然条件在当地数一数二,储存肉类的方式,也只能采用传统的方法,悬挂在房梁上熏成肉干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。